另外我们也常讲了 不管说这个房市要股市 是经济的初超 我们就来看到台北市新帝王 渴望出现在小巨蛋旁边了 因为台北市政府打算要释出 为在敦化北路上的千坪 整个地群的一个地上权 那么估计我们来算一算 每坪市价可能上看到一千万 因为地段好 传出已经有大型建商 和受险业表示高度的兴趣 阿妹演唱会选在台北市 小巨蛋举行性满满人潮 让周边商家生意好翻天 看好人潮带来买机 饭店卖场都开在这 就因为嗅到庞大商机 这也让小巨蛋旁的千坪地 有如明星般亮眼 成为建商和保险业 抢夺对象 这里是台北市敦化北路 和南京东路的交叉口 这里有上千坪土地的地上权要标售 估算每坪市价上看一千万 渴望成为台湾未来的新帝王 除了台北学院 四千坪的土地地上权 包含科技大楼 还有山岛四后方三快地 都预计在2013年第一季公开招商 标售成功的大多数是做商业 观光饭店或者是商场 的一个方式来操作比较多 因为地上权的建物 未来是不能分割 地上权只能使用50年 就算落在精华地段台北市 对建商来说还是没有吸引力 不过现在却逐渐成为投资目标 就因为台北能盖房子的土地 越来越少 地上权身价开始回升 这也奠高大台北房价 我回不去了 回不去的房价恐怕让购物民众伤心落泪 因为根据统计 台北市今年第一季房价 较去年成长超过8% 新北市房价也比去年第一季增加超过一成 也难怪民众觉得房价不论大选前和大选后 都会攀升一成以上 随便能开价 只要有人买就变得好像行情一样 我想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来源是 利息很低 而且那个资金太多 那你的供给量少 所以价格其实很难跌下去 专家分析原本预估今年底房价会落地 不过却遇到通膨还有入资涌入台湾等问题 让房价该跌却不跌 依旧站在高纲上 也让民众只能望放心探 东森财经新闻 赵新吴志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